這份模式 NASA外太空技術接地器新用法 二部看下去平淡無期的無人機 其實一點都不普通 它裡面有美國太空總署NASA研發的科技 本來是用在探索火星大氣層裡面究竟有什麼成分 不過最近這個花費數百萬研發的技術 就有一個非常接地器的新任務 就是幫助太平洋煤電公司PG&E 探測有沒有煤氣泄漏 經常都在研發發出 NASA發展了很棒的技術 去找到碼滲水質在碼滲水 所以它很輕鬆和很確實 所以現在我們已經尋找到 使用這個技術在地上 找到氣泄漏的更快 所以這個技術可以運用到實際探測裡面 就是因為之前 NASA曾經運用過這項技術 來探測到火星大氣層裡有甲丸和月氣的存在 這個發現曾經令科學家非常興奮 因為甲丸是一種不穩定的氣體 而且有可能是由生物發出的 令科學家期待火星上可能有生命存在 就即是NASA的LANS 就是設計和改裝這個無人機的工程師 他認為NASA和噴射推進實驗室 擁有最先進的科技 可以運用這些科技到實際生活裡 會否合作資料或世界市場 對於世界大氣大氣、世界大氣大氣 要看很多水分自屬的資料 會發出的一大氣體 會突破一些失去 一部無人機目前還在試驗階段 如果要在居民區看到它的身影 可能需要一段時間 但PG&E表示 會繼續測試和改進無人機的數據 希望可以先提前運用到公司的設施內 而今次這部無人機都不負眾望 成功探測到這個實驗場地內兩吋煤氣洩漏 天后維視記者 兩氣流報導